第七體的話呢 看說 如右途所示 在SY 軸上 這是X 這是Y 然後呢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差不多多少呢 這是5A 這是I的我就是5A 這裡是10A X是Y 他說呢 P點的磁場為A乘以10的負六次方 P點就在這裡 你去找地方 P點他會距離 這個 中心點 這是0.2公尺 他說A乘以10的負六次方 在SY平面上 磁場強度A0的位置 是排成一直線 設置直線方程是Y等KX 那他問A K是多少 首先我們先來算直線方程式 這電流房這裡 就我把它轉個90度過來好了 轉個90度過來的話 這個假設是Y軸 這假設是X軸 這裡是5A 這裡是10A 對吧 那這樣我們後來磁場 一樣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在 這個在這裡建立磁場的話 是往裡面 這裡在這裡 這個在這裡建立磁場是往裡面 這個在這裡建立磁場是出來 對吧 所以會抵消 然後他說問說什麼 問說這個 磁場等於你們的地方 這個磁場出來跟進去會抵消 所以現在的話就是看什麼呢 看個距離 這個距離 這個電流比較大 所以這個距離一定是這個距離的話 兩倍 因為他電流是他的那個兩倍 所以這距離一定是2比1 是不是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磁場 磁場強度等於多少 磁場強度是等於那個2πr分之μ0i 那你磁場強度要一樣的話 這個是兩倍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也要什麼呢 距離要兩倍 這樣的話才會一樣 對吧 距離越長的話呢 磁場強度越小 電流強度越強的話 磁場強度越大 所以這I是兩倍的話 R要兩倍 這個V才會固定 所以的話呢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跟這個距離的話是1比2 那所以是這條直線 它通過圓點 那這條直線的話 這條直線就是說 Y等於多少 Y等斜率斜率是1比2 2分之1X 這XY平面上的 磁場強度為0的地方 就是Y等2分之X 對吧 好 那所以呢 這個K是等於多少 這是K嗎 K是等於2分之1 是不是 好 再來看這個圖 這個圖的話 他說這一點的磁場強度多少 首先我們看 Y在這裡建立磁場 是往哪裡 是往這裡 往這裡 往這裡 往這裡的話 是沿著什麼 沿著SY方向的 對吧 這個 這個我叫做V1好了 V1是沿著SY 嗯 是沿著什麼 沿著XO方向的 因為你磁場往那邊 所以它是沿著XO方向的 V1是沿著XO方向的 對吧 兩問題 因為Y往這邊 在這裡的話 它是往XO方向的 這是V1 那V1等於多少 這是0.2公尺 等於2π 2πR 2πR是0.2公尺 2πR是μ0 多少 I 現在因為Y這個電鈕是10 所以乘以10 這是V1 對不對 對不對 沒問題吧 然後呢 XO的5安培的 它在這裡建立的磁場多少 它知道嗎 往戶外的地方 往戶外的地方 戶外的地方 戶外的地方就是往這裡 對不對 往戶外的地方 這是V1 對不對 往戶外的地方 所以這是V2 講錯了V2 V2它的這個磁場代表多少 2πR 分之μ0πR 乘以5 是不是 好 那麼它的核磁場是往那邊 往這裡 往這個呢 它的原則就是 X跟-Y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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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呢 合成磁場V 就等於根號V平方 加V的平方 對不對 那這個呢 0.4π分之μ0 可以抽出來 是不是 0.4π分之μ0可以抽出來 它跟它呢 X的平方 加5的平方 X的平方 加5的平方 那5也可以抽出來 所以是0.4π分之5μ0 那抽出5的話 這就是剩下2 2的平方 加1的 1的平方 那根號5 信不信 這幾十分之4 0.4多少 十分之4 5分之2 所以是 2π分之25μ0 0.5更號5 這樣子 好 然後它說磁場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啊 4π分之μ0是10的呼氣次方 對不對 所以這是兩倍的 這個是2乘以10的 2乘以10的呼氣次方 對不對 2乘以10的呼氣次方 再乘以25的話 這等於5乘以10的呼氣次方 就是5乘以10的呼氣次方 所以5根號5乘以10的呼氣次方 所以大概應該是5根號的 A的話是5根號的 那5根號5大概多少 5根號大概多少 這是 10點多 5 乘以5 開根號 等於多少 11.18 11.18 11.18 就是11.2 對吧 11.2 乘以10的呼氣次方 所以答案應該哪一個 答案的話好像應該是1吧 對不對 答案是1吧 1 2 1 4 感谢观看